為什麼韓國瑜的民調會這麼高 高到他才剛剛當選高雄市市長 卻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希望他出來選總統 就是因為現在台灣的問題非常的多 沒有人可以解決 但是其實拱韓國瑜出來選總統的聲音 好像南北有一點點的差別 我們看到北部很多的民意代表 分要選立委的 因為2020的總統這一局 除了選總統還有選立委 很多要選立委的人 然他的證件訴求上面都是說 要徵召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我們來看台北新聞王歇宜宣布說 他要爭取國民黨內的立委提名 他呼籲 他的證件是呼籲黨中央 徵召韓國瑜參選2020 這個周小平也要選立委 臉書直播呼籲 請吳主席直接徵召韓國瑜2020選總統 王鴻輝也要選立委 他說如果國民黨四個太陽 民調不如柯文哲的話 就應該要讓韓國瑜出來選2020 另外台北新聞 這個遊俗會的臉書上面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談韓國瑜 那都是跟韓國瑜有關的這個事情 前公民黨立委蔡政委也說 韓國瑜今年已經62歲了 已經是氣勢最盛的時候 如果明年不選總統的話 再過8年就是71歲了 可能就永遠沒機會當總統了 但是這個聲音到了南部 好像只有這些素人的韓粉 一天到晚再說 韓市長選總統 包括槍槍棍 包括文山伯 都說高雄人 他們是高雄人 都說高雄人非常支持韓國瑜 去選2020的總統 相對之下 高雄市議員也有很多人要選立委 但是他們的政見訴求 似乎沒有主打 要徵召韓國瑜選總統 包括黃紹廷 包括陳立娜 到陳美雅 這些我們看到跟韓國瑜關係 都非常好的市議員 為什麼沒有要韓國瑜選總統 少廷 我沒有說不要韓國瑜選總統 那你有要嗎 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可能也是 每天在市長旁邊 我覺得說實在真的市長 他現在一心一意 那就是在拚市政 這個他其實已經 也講了很多遍 我覺得從我們在基層 我說我接觸到了基層的 高雄市民的想法好了 我覺得高雄市民 好像最近也被這個討論的 身為高雄人 高雄人的文山伯 高雄人的強強棍大哥 都說韓國瑜應該要出來選總統 那我就跟秀琳講 那你的選民呢 我現在選民跟我的講法 最近這幾個禮拜 大家開始討論說 韓國瑜市長可不可能 去選總統這個選項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有一點矛盾的心情 矛盾就是說 他們一直講說韓國瑜市長做得這麼好 尤其你如果是一個老高雄 你在高雄住了幾十年 可能過去這二三十年 都是屬於民進黨在執政 他們認為說做得並不好 這兩三個月已經讓 很多高雄市民覺得 韓國瑜真的拚了命的在做 所以他們最常講了一個 矛盾的點是說 這麼好的市長 真的要讓他走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高雄市民現在 現在算三月 所以你選民裡頭想要讓他走 跟不讓他走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現在應該肯定他 我敢說比例很高 但是肯定之後 比較存在是捨不得讓他走 所以比較多人不讓他走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 感覺到的是這樣子 那你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也不敢說 你希望他去選總統嗎 這個也倒不是選民的壓力 或者是選民的意向 但是我覺得說 第一個我們還是要尊重韓國瑜市長 個人的一個意願跟想法 我們常常在他旁邊說真的 他也不是會常常把選總統 掛在嘴邊的一個人 不是常常 表示有時候有 那個也是僅止於討論的時候 但是他自己比較每天在 掛在嘴邊的 還是在講說市政的問題 就像我說昨天 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馬上就講說 你覺得現在高雄市民 有沒有比較開心 有沒有比較有光榮感 那我們是不是對農民 還有農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 我覺得當你這樣跟他聊天的時候 你總不好意思 上問他一句說 那你要不要選總統 那這就很奇怪 但是但是前正 我在發現這整個的變化 那你覺得 為什麼這些台北市議員 要選立委的人 都要說要徵召韓國瑜選總統 其實假設 假設到時候 我就變成了一個候選人的話 我當然希望國民黨的母雞 是最強的母雞 其實說實在話 反而這個我的感受上 比台北的議員感受更深 因為像我們去年 1.124在投票的時候 我就跟秀琳講 就是說如果韓國瑜是母雞的話 你的血緣 可能比這些人還要輕 不只是血緣問題 我覺得他是一個超強母雞 因為我覺得以去年 我們在高雄市議員的選舉當中 高雄市議會 整整增加了9席的議員 這些9席的議員裡面 真的不遑多讓都是 韓國瑜把他拉拔上來的 這是很清楚 可是我們在當地看 整個的氣氛 整個他的 整個氣勢的上來 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已經有過去年的經驗 我們也很清楚 如果一旦我們 未來如果參選立委 那總統候選人又是韓國瑜的話 就像我講的 去年就是一個經驗了 其實這些人我相信說 像我跟洪威很熟 我們去年洪威他錄了那個錄音帶 還是我請市長幫他錄音的 所以他也很清楚其實 去年市長那個錄音帶 對洪威在選市長 在選議員所產生的一個效果 其實這個母雞的威力 是大家都希望能夠沾他的光 然後在立委選舉比較好選 沒有錯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 但是你不要說他們會想 其實很多人都看得出來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是這樣子 委員怎麼看這個現象 這個現象是不是非常的奇妙 紹婷是現任高雄市議員 而且地方 我的瞭解 我不知道對不對 有很多的選民 勸進他選立委 所以基本上他這個議題上 他是當事人 當事人討論這個話題 可能就比較沒辦法唱所語言 對 所以沒關係 剛剛紹婷已經很完整的講完 換我講 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我所看到的 很簡單一個答案 立文姐在這邊 我也不能亂講 等一下對不對 被他扣倒 很簡單 我所知道的 我所知道的有意參選 明年73個選區 包含可能堅哥也會出來選的 堅哥 你要宣布一下 這些立委參選人們 對 韓國瑜可能會幫 看什麼事先站台 這沒問題 扶龍姐 因為有手錶的情誼 好 簡單講 我直接講很白 因為我們生喉嚨 難怪你剛剛一直呼籲 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原來是為了自己 韓國瑜有選總統沒有選總統 國民黨都未必會輸掉 這個總統選舉 先建立這個基礎 但是國民黨的總統選舉 跟立委選舉 他不是完全等號 有的選區他是很緊繃的 有的選區是有餘裕的 我躺著選 有人講韓國瑜躺著選 如果他選總統躺著選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去過了國菜市場 魚市場 育幼院 跟問蔣大哥的家 後續還要繼續躺 躺到去他家睡睡袋 他要去那邊睡 一邊睡睡躺著選總統 他再這樣躺下去 台灣沒有政治人物的民調 可以跟他比的 因為計程車司機 那天他去計程車司機 一個段先生家 台灣 不管不只在高雄 那個車隊600個人 有300個人報名說 我要跟他過一夜 然後之後抽中段先生 他的女兒女婿彰化 抽籤的 抽了 大家用牆的 他女兒女婿 是從彰化台中趕回來說 我要來看一下 而且沒有房間給他住了 回來看一下韓國瑜以後 去外面住飯店 那個社區 我看他一進去以後 韓市長我愛你 社區管理委員會 直接做一個海報 就是說他至少那個族群 觀眾朋友 看維吶有沒有講錯或說謊 從他去建設司機家裡面 去夜宿一夜之後 全台灣各地 不只高雄的建設司機 跟他感覺就好像親近一點 他來睡我們家裡成熟悉的房子 所以我剛剛回到 那個最主要的命題 秀琳姐在問 如果是韓國瑜選總統 因為昨天我們《中國時報》 已經有出現一個 朱立倫也贏的民調了 所以朱立倫應該也可以 獲得這一次總統大選的選舉 就看起來 如果後續還有第二個 第三個民調是出現 沒有韓國瑜 朱立倫也可以贏的話 國民黨未必一定要徵召韓國瑜 為什麼這些人還要大聲疾呼 而高雄反而比較沒有 高雄在地的確認為 韓國瑜要去選總統嗎 的那樣子的質疑聲量 現在目前看起來是超過五成 你要叫他怎麼大聲疾呼說 現在趕快衝下去 不會 但第二點 高雄以外的人他們就積極了 因為今天韓國瑜選跟不選 會有很大的差別 比較 我剛剛講 比較像台北大安文山區 大安跟文山在地位 算是分開的 他可能沒有韓國瑜會贏 可是在五五波的選區 有沒有韓國瑜可能就有差了 再加上一點 對 再加上一點 有些選區我雖然可以贏 可是韓國瑜是總統參選人 跟不是參選人的時候 我想更白的 選舉機會就不一樣了 我今天可能要花那樣的額度 才能夠選一個立委 今天如果換成是韓國瑜 是我的母親的話 我可能直接對半砍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 選舉金額就可以了 所以韓國瑜參不參選這個事情 對於立委參選人來講 是有很直接的命題跟影響的 但是對於黨中央高層來講的話 他看的是戰略 我不一定要派一個 對高雄市民有承諾的人 一定飛得下去 所以這個是我對於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人勸進 而高雄反而比較 那麼算是低調的一個看法 當然我覺得 這兩天因為已經把這個話題 都談到底了 可是到了底以後還會再談回來 就是說韓國瑜剛剛講說 我現在未來都不考量2020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沒有考量 但是我非得去做的 就是韓國瑜他也沒有考量 要選黨主席 他也講過 我從來沒有考量過他 要不是北農這樣子的話 我也沒有考量要選黨主席 要不是最後形勢怎麼樣 他也沒有考量要選總統 補一個剛剛的話題 因為剛剛堅哥在講的時候 我一直去找 還有賴老師在講 我給大家看 我答案找出來 2006年的9月15號 就是蘇貞昌的治安到的那一天 是有人要他下台的 為什麼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答案 但是當天蘇貞昌院長是講 我半年拚治安的時候 已經拚出成果了 如果我現在選擇辭掉行政院的院長 我對不起全國這7萬多個警察 為什麼 因為大家看9月15號 因為3月15號的時候講說 半年到了以後我就下台 有沒有 在這裡 3月15 我補一個 3月15這一天 對 3月15這一天 其實蔡英文總統是刻骨銘心 因為那天第一次開 行政院會的治安匯報的時候 他就立刻坐下來第一句話 副院長 就是立文姐這個位置 蔡英文請假 蔡英文沒有出現 所以下面的人忙緊張說 好像去中常會 我不知道是不是禮拜三 所以大家去看 有過去媒體整理報導 孫昌昌跟蔡英文的 所謂酒鬥蔡英文 蔬菜鬥裡面就有一鬥是這個 第一次開政會報就立正 副院長 為什麼沒有來 有沒有請假 跑去中常會 所以蔡英文那時候 然後後來阿扁不是有講說 能蓋上他趕快說 換掉蔡英文就是這一天 2006年 就是這一天 沒有 就是這天 這一天講兩次 對 就是這天 當場問兩次沒有人敢回答 因為他在 對 他在行政院會裡面 他就說他跑 9月了半個月半年到對不對 好 觀眾朋友來了 9月來了 9月的民調好多 剛剛賴老師講的 一層多就是這裡 中國時報的民調 9月15號整整半年以後 認為治安有改善的是14.2 所以剛剛賴老師講一層多 其他的聯合報是16 也都是一層多 TPP的17 我後面有高一點 蘋果知道是32 然後世新是30 然後就是中華 就是他是21 最重要是研考會 因為行政院研考會也是有25 民政院自己做 民眾只有25%的認為有改善 所以這個就是當時的 我就先跟大家講說 但是孫昌院長他有 他內部的警政署給大家的資料 所以警政署這邊打問號有沒有 所以孫昌院長說 我看了警政署的資料之後 我覺得很欣慰 治安大有改善了 但是我把當時的 完整的民調給大家看 這就是孫昌事件 我補一個 因為我沒有像慧如哥一樣跑社會 可是我們跑市政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警察局的局長 這樣子的做法 的確現在的警察局局長 在直轄市的話 不是警政署說換就換 但是警政署有主動發動權 我今天要換那個人 然後你市長可以給我選 也就是說 我今天要換掉一個局長A的時候 他會給你BCD三個人 我要換掉A了 我另外給你三個人 請你市長選一個 最多就是市長說三個我都不要 你再換三個來 就EDF又來了 就變成是這樣 所以其實警政署是可以把局長換掉了 今天如果說在門口一打架 剛剛原汁在講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其實是新北市的 那個警察局貼的 這個字比較小 不要打架 有 不要打架 打贏送法院 打輸送醫院 就是這一張 我給大家看 在這裡 有沒有 不要打架 Do not fight 打贏送法院 If you win you will go to court 然後打輸送醫院 If you lose you will go to hospital 這個是真的貼在 新北市的各個所謂的有沒有 這個病例商店前面 他就這兩張大家看一下 我這樣一換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改圖 就把這個有沒有 打贏送法院 打輸送醫院 這個直接把它改圖 變成是打贏換局長 打輸也是換局長 你擊掌害局長 各縣市警察局長 求求你不要在門口打架 進去裡面打就好 當然我是覺得我的結論是 蘇院長他雷厲風情 我覺得會有用 就說警察 對 我應該是 他的這種酷力會讓 但是我覺得會有用 也不是只有這個方法有用 你也可以講說 我要求警方去這些加強領檢 其實就會減少 你何必要用這種 修辱警察局長的方式 就說只要一打 對 我當然要去 你大家的意思嗎 對 你只要要求就是 我們不希望看到這個事件 所以各縣市的警察局長下令 到這種發生過打架紀錄的電 你就本來可能兩個禮拜 領檢一次 你現在一個禮拜去三次 然後你也不是去鬧事 我就去那邊見警率 見警率提高 交通違規也會降低 這個治安事情也會降低 而不是說你只要在門口給我打 我就把你警察局長換掉 這個是有效的方法 跟羞辱人方法 還是有一點差別 謝謝